阿溜 英雅 几乎 不是说过几天要求务进来吗 是啊 你过天 那这个女子又说她是月底来 哪个女的 哪个女的 那个小美 小美确定来吗 我也不知道 她说说月底来 她不是说了几次说月底来吗 我也问了她几次 那怎么办 我们临时的主意 我先问你一下 别的先不扯 你跟她聊 聊得怎么样 聊不就那样聊嘛 这聊也是那样聊 这微信也是那样聊 这孩子要聊 能接触接触 你们现在聊得怎么样 开不开心啊 聊肯定开心 聊得开心啊 那现在是跟着你表哥出去 还是你留在家里等着小美飞来 肯定要先去挣钱了 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过几天要出去了 她就说你出去你先去吧 都说你先到那里 再发个订阅 再发个订阅给我坐飞机了 也可以啊 那就是为了爱心 可以啊 不知道她真的假的会来 不要管她真的假的 人家有诚信就要说 有这个信 就不要说百分之八十 人家还是想跟你相处嘛 是不是 还没来就质疑 对啊 不要去质疑 不要怀疑人家 要相信人家 要相信她会来 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对啊 你说相信相信的力量 我们如果去卖了那个 我们还要去整苹果 所以时间有点短 最好是她能来 你赚钱了 飞机票你报销就OK了嘛 嗯 是不是 她真的说我来帮你播 你可以啊 那可以啊 港港的 她说工资一年一半 反正你证的啊 你证的可以分一年一半了 你证不到不是一样吗 两个人播的话 你看乐度又高 而且你又轻松 是吧 你这一天可以播十二小时了 帮你都忙啊 是不是 这个是可以 不骗人 那就看到到时候拿不来啊 反正到时候我们先去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你先听我说啊 他说这个要说 别的 别的 你先听我说 来不来 那就看你自己的 你这样又诚心打动他 是吧 哪怕是不挣钱 是吧 哪怕不挣钱 该报销的都要报销 人家那么远过来 是不是 你的诚意 诚意要给 你说 小美 你直接过来 我们说真的相处相处啊 就是从先从普通朋友过去 呃 在网上聊一直也不是办法 你过来 那我们反正你的那个路费啊 怎么吃住啊 我拉个 传播了 他一听这个气魄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说对不对 对 所以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啊 第一印象就是 大吃 先不是说挣钱不挣钱的事 谁都不能保证一定能挣钱 是吧 能挣钱是吧 怎么说两个人分个三官两早 也不错 挣不到钱 你们两个也有机会去除除 除除除除除 这感情不就来了吗 是吧 啊 好方法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相信表哥啊 你晚上你就跟他好去聊聊这个事 要大气点 知不知道 是吧 你看 啊 阿牛秦胜 你看 指点指点他 多指点 我那秦胜 我就谈过一个 就是我老婆 你看爬个山 你都能把老婆搞到死 那你不算高是算啥 是吧 高是真的高是 是 对女孩子就是要把自己 拿出诚意出来 阿牛说了 每天带他出去夜宵 天天下班就在那等他 跟你姐夫一样的 昨天 师娘都说 天天都到门口 他们的同事就说 你看你看 又在那里等他 哈哈哈 然后 上班 早上又接他 早点早早的带他等他去上班 送他去上班 接送上下班 哈哈哈 这两个经验都在这里 有点 其实最简单一个哈 要这个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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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这脸皮厚 知道吧 一个要大方 一个要脸皮厚 对吧 就 人家女孩子要看得上 对吧 其实我们能长相 一开始看得上一点眼 其实还是说两个人要相处相得好 对不对 这才是很关键的问题 聊得来嘛 啊 聊得来这个东西 聊到情理眼理出西施 就像 现在我看你啊 我表弟怎么看怎么帅 帅怎么帅 哈哈哈 真的 确实 还有好多 呃 直播间的 不是 视频当中的 呃 那些朋友哈 也是 一开始看了 啊 怎么做 怎么看怎么不帅 现在硬生生给看顺眼了 看顺眼了 是不是 是 干杯 干杯 哎呦 你尝蛋酒 聊到信心的时候你尝蛋酒了 来 来啊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就听 阿牛的 没错啊 是不是 群生 就聊一个 听师傅的 哈哈哈 来 边吃边吃都冷掉 边吃边吃了哈 边吃